《慈善賀年》 今年我們店小二會和歡浪子一起合作 都是做慈善賀年的年糕系列 今年和上年一樣 都有三種糕 這三種糕都是我自己跟一個師傅 是一個比較傳統的方法 為什麼我覺得傳統 因為我覺得可能我從小到大 都會喜歡吃一些比較小的味道 所以今年的蘿蔔糕、芋頭糕、年糕 都是小時候的味道 我沒有加到任何新興的櫻花 總之加入很多新的原素 我是沒有的 我是很傳統的 市面應該有家裡 和外面街買的蘿蔔糕 兩種不同的做法 如果大家在家裡見過媽媽做的方法 那些叫做攪漿 就是將一個大鍋 刨蘿蔔絲 然後撒些滋米粉 攪拌 然後拿去蒸 我們的方法 又不是叫做新派 就是會令蘿蔔糕滑一點 就是叫做撞漿 就是用一個葉度 把漿撞到 所以是有些不同的 其實我把外面的味道 做到好像家的味道 大家真的可以試一下 還有我的蘿蔔糕就是切條 因為我喜歡蘿蔔糕 吃蘿蔔糕的人 可以吃到蘿蔔條和蘿蔔味 所以我自己會喜歡切條 不如先玩蘿蔔糕 我們開爐 其實所有煎的糕 因為它是雪櫃拿出來 都是沒有太大火煎的 一定是中大火 中大火 慢慢煎脆 用大火先起鍋 鍋熱了再下油 年糕的糕點 不怕加多一點油 因為它會有一點 容易黏的 2cm多一點 應該是最完美的 我覺得這個厚度 因為最容易熟 也最容易脆 煎糕有一個特點 就是不要反來反去 先煎脆一面 有得它 不要管它 它是不會焦的 如果你是中大火 是不會很快焦的 如果你看到它出白煙 代表鍋是太熱的 那就很不黑了 你看到剛剛微微的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煎蘿蔔糕 如果你在家裡千萬不要心急 其實跟煎牛扒的原理是差不多 煎完一面 再一面 你覺得它不夠黃 就再多一面 四下就好了 因為蘿蔔糕始終比較軟 如果保持著反去 不斷反去 蘿蔔糕很難會成形 而且在家裡煎的時候 不要太貪心 因為有時候 人們會煎得很密集 如果太密集 你反不到 你一叉一叉爛 旁邊 只要叉爛了一個口 一邊反去 它會不斷爛下去 你會變成整塊 都是蘿蔔糕的髒 如果我這樣 這個鑊 勉強可以放多兩塊 每次煎六塊 你看到現在已經沒有白煙 就剛剛好 完美了 有聽到滴滴聲 又沒有白煙 應該是最無敵的 我們的蘿蔔糕 是沒有放到冬菇的 為什麼呢 因為冬菇含水量很高 如果放得不好 儲存得不好的話 很容易一陣臭臭味 所以我一定要避免這個問題 根據我上年的經驗 其實蘿蔔糕很容易變壞 因為水分很重 所以我們都希望用些材料 完全令到它的保存期 沒有那麼容易變 好 送給大家 這次的蘿蔔糕 我們喜歡用蔗糖 蔗糖的甜度沒有那麼高 但也會有一種蔗香味 其實很多人做蘿蔔的時候都會放雞蛋 其實我覺得蘿蔔 是不應該放雞蛋的 因為其實最想是焦糖化 希望蘿蔔的表面脆 如果你有雞蛋做了一個保護膜的話 就會煎脆雞蛋 但是那個蘿蔔又脆不到 我自己就不建議放雞蛋 你看到它會變透明 心就熟透了 我們的芋頭糕都是用上芋頭條 我們先會先炸芋頭 因為芋頭有一個好特性 當你蒸的時候 它容易會散霉 大家吃過芋頭都知道 所以只有炸過的芋頭 才可以在蒸的時候保持圓條 功夫會多了很多 芋條保持得最好的 炸了就是令它沒有水分 所以吃到後 你會覺得是淡淡的芋頭味 而且你不覺得濕的 這個是芋頭糕 希望大家新年一個快快樂樂的新年 和身體健康